当初是不能改 现在要按现在事是能改 你认为脾气什么样的女士算暴脾气了 比如说有点事了以后就发火了 不发火 温温给她哭行吗 那行 那可以 对 因为女人她一哭了以后你心就圆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越发火呢 我一看我操不过你 那我就躲你点了 我不跟你操住 我不会冷战 我就直接就得我 一号女嘉宾你生气的时候啥呀 嘟能不愿意呗 嘟能 麻烦的话呗 这不算 就是你觉得 操操 对 就是操操喊衰 这样的甚至打 这样的也是一皮包 就是你正常堵呢 你就是很正常 你连就爱堵呢 平时都堵呢 最半皮呢到什么程度 衰东西 衰的最大的物件 破坏过的最大的物件是啥 那要想过就是衰 不值钱弄一本 想过不想过就是衰值钱弄一本 你衰的最贵的东西是啥 那你也是遇到原则上的问题 对 说一把你会下不注意 遇到原则的问题的时候 对我性格上问比较那啥 不反正有啥 懂得啥说啥 之前你在怀了 衰完了 那之前的婚姻 您是否您经常跟对方吵架的时候 就有俩子说离婚 会经常说 对 这个是常挂在嘴上 不好就分没 不好就不过来 那您是内心真实的想法吗 也确实也想分手 因为性格合不来 他就是沟通 有时候甚至不好沟通 打还不能打 骂还不能骂 不行就不在意错 不在意下生活就完之了 你觉得经常跟对方提离婚 会伤到彼此的感情吗 我觉得是还是 还会伤到一些 往往可能离婚 你算是我 其实都要多威胁 男嘉宾你好 就是两个人生气的时候 为什么老板离婚 分手放在嘴边呢 那样会伤感情的 是 那当时也是属于年轻 另外生意什么也挺火 有时候对自己这个妻子 有时候有些地方就有点不满意 您是属于男人有钱 就变坏的初级阶段吗 倒不是初级阶段 就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是的 所以呢 有那么牛逸一点 2号你嘉宾就说 可能你没有责任心 也许就因为这方面吧 这个责任心吧 就是从现在来说 就从我现在这个经济状态 各方面来说吧 现在就是 就希望安稳把日子不好 你要说我叔叔没责任心吧 也不对呀 阿姨 那个叔叔呢 离婚的时候呢 他也相当于当年啊 相当于净身出户 把所有的财产也都留给前任了 而且呢 叔叔在短片里 一再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 其实他是有内疚的 内疚是在婚姻当中处理问题 他是没处理明白 但是你要说他没有责任感的话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片面了 阿姨 其实男嘉宾刚才我问到的时候 我说是不是男人有钱就变坏 你这时候出几季段 他承认了哈 但是他也有半开玩笑的意思 只是我感觉是 他那个时候有钱了 人有点飘 不露地了 能有是这种感觉吗 对有那么点 也是年轻气盛 而且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大起大落都过去了 现在心情也平静了 对有些问题也比较反复的反思吧 总觉得现在就是 到了这个年龄段 应该找一个 就是比较情投意合的伴 后半身好好过下去 其实婚姻生活当中 为什么说离婚这两字 那么的伤人 是对对方的一种否定 因为不想和他再进行交流了 你关闭了自己的大门 你才想提出来离婚 甚至有什么随身转身走开的 这种可能 所以对对方的一种否定 和对对方的一种 关闭心扉的一种行为 在离婚两个字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对于对方来说 久而久之 已经是把他排除在外的感觉 那你想想 他的火气感有多大 他在想和你进一步交流的 可能性还有多少 所以这道伤痕是特别严重的 我就是我想办这事 我指定得办 一号女嘉宾 您在和对方争吵的时候 说过最狠的话是啥 臭味和脸 这说过的狠话 反正好歉你也不怎么说 一般你都砸东西 其实我觉得吵架 就有的时候说 有的人吵架有脏证 但是有的时候 你挖最痛点说人家 比那个脏证还狠 就是有人有一句话说 当着矮人不说短话 就是这意思 可能夫妻之间吵架 都会放狠话 但是这个狠话 你放在什么位置上 是很重要的